HELLO 各位RAV4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台是17年款的RAV4 這台是2.0的,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2.5升的油墊 安裝的一樣是KT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原廠的話我們已經拆下來了,這台車很謝謝車友們的捧場 所以我們拆裝這台車的公時都還蠻快的 大概40-1.5小時左右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那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3代、4代到4.5代的話呢,它的避震系統主結構是都差不多的 那最新的5代,5代的話呢,就改成是TNGA的底盤 底盤架構的話呢,就不太一樣 那前面的部分,這個是避震器的上座,它下方有一個軸層 那像這台4.5代的話,其實它的車礦還非常非常新 里程數也不多,原廠的軸層呢,是一定還沒壞掉 那我們的話,KT的話就都有附新的一個上座 所以即便是里程比較多的話,也不用煩惱 因為我們就會附新的上座 那技師在拆裝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的 因為不用再壓縮彈簧 然後把避震器的上座拆開來沿用 那直接呢,我們就是一個總層件 可以給機師上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前面已經安裝好了 4代的前懸吊系統呢,算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的公斤數的配置呢,其實都配的比較輕 配了大概6公斤左右 那很多的RAV4車友呢,會比較有問題的 會比較經常詢問的,應該是說 那為什麼要改避震器? 像這台車呢,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台車都還是維持一個原廠的 所有的都是維持原廠 那最主要的改裝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原廠的避震器呢 坐的比較舒適 相對的話呢,後座的乘客呢 就有可能會比較有暈測的狀況 那所以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能夠大幅改善過彎時候側傾的狀況 對坑洞的處理也會比較俐落 就是比較接近歐系車 一般轎車的底盤感覺 所以穩定度的話呢 跟安全性呢,都會相對的會好很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拆裝比較簡單 這個是引擎室 把引擎室打開之後呢 就能看得到 它的避震器上座是 一、二、三 這裡有三顆螺絲 那剛剛提到過的 上座的部分就是這一個 避震器的前面上座就是這裡 我們就這個就是KT所附 新的一個上座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像KT的這一個系列的避震器呢 其實都是高低 還有軟硬呢 都能夠隨著自己的需求來做調整 像這個阻尼呢 它有軟硬的話呢 有30段的可以調整 往順時針的方向它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呢 它就變軟 它是阻尼呢 軟硬都是可以隨著車友的需求來做調整 因為軟硬的部分的話會很主觀 是換普利斯通的胎幣 它比較硬 所以就可以做比較軟的阻尼來做搭配 那如果是像米其林或者是馬牌 它的胎幣呢 尤其是馬牌 它的胎幣比較軟 那阻尼的話呢 車友就建議大家可以調硬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阻尼的部分 至於車高的話呢 就得要交由專業的技師呢 來做調整 譬如說它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有一些比較早期設計 或者是比較低階的一些避震器呢 它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我如果把彈簧壓縮的幅度比較大的話呢 它的公斤數變高 車高就自然變高了 我如果把彈簧放鬆一點點呢 它的公斤數變得比較低 車高自然就變得低一點點 但是像這樣壓縮彈簧的方式呢 它的乘坐感覺 會隨著壓縮彈簧的幅度呢 而有所不一樣 所以比較高階的避震器呢 絕對不會去壓縮彈簧 所以上部的這些機構 車友還有技師呢 都不用動它 車高的調整呢 最主要是靠這個腳管 相對的高低點來改變車高 那我今天的設定呢 前面會比原廠低大概一指幅左右 所以前面調整車高呢 是靠藍色這個上方的托盤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啊 這個腳管如果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就變長了 那長度變長之後 車高呢自然就會變高 所以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去改變車高了 那當然這樣的狀況呢 調高跟調低的整體的開起來的感覺呢 就落差非常非常的小 那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譬如說 這個是RAFORD的 它有一個ABS感應線的固定座 然後油管固定架 這些呢 都當然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都是要比照原廠的位置呢 來做設定 那另外一邊的話 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鎖點 這個也都是沿用原廠 不需要再多花錢 換強化離載串 或者是換短的離載串 因為這台車我們在RAFORD的社團裡面呢 車友還蠻膨脹 所以一有機會 有在台中的KT工廠裡面安裝的話呢 就會跟大家解說 所以這個是可以看到 KT在RAFORD上面專車專用的一些小細節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至於用料部分的話呢 我們所使用的阻尼油呢 是義大利 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IP的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 是非常高 然後它的缺點呢 就是我們的採購成本呢 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裡面的油封部分呢 所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耐用度啦 還有整體的表現呢 都非常的均衡 那最主要是 如果車友們沒有接觸 比較少接觸改裝便宜器的話 其實可以到我們的KT工廠 或者是到我們的經銷據點呢 去做試乘 覺得產品有滿意的話呢 再來考慮就好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這個是剛剛是左前 右前 左前的話還沒有安裝好 這邊還沒有安裝好 這邊還沒有安裝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三代還有四代的主結構呢 剛剛有提到過的 是都差不多的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然後今天的車高設定 預計大概是 原廠是七 大概五指幅左右 五到六指幅 因為只比原廠要略低一個一指左右而已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我們所配置的是六公斤 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呃 並不是跟前面不同了 前面的話呢 相同理論的話 應該是調整這裡來改變車高 但是後面的話並不是 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在彈簧上方呢 我們會設計的一個調整的基座 那這個基座的相對的長短呢 就是來改變車高的 所以後面比較特別 後面的話 調整車高呢 並不是靠這裡來做調整 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統身為什麼也能夠做長短的調整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來做一個自由行程的調整 那講到自由行程 對一般的User來說 可能會太深入了 那簡單來說呢 後面的調整的秘訣呢 就是統身呢 不要調的太短 一旦調的太短呢 這個彈簧的預載 就會預壓縮了 預壓縮的話 怎麼調整阻尼呢 怎麼調都不好做 而且會影響到統身的壽命 那過度壓縮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台RUFO後面安裝的 跟調整的技巧呢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那後面阻尼的調整呢 一般來說呢 我們的KT系統是正插的系統 所以它的阻尼調整會設計在上方 但這台車呢 我們把它設計在下方的用意 在這裡 用意就是讓車友呢 可以手背啊 手啊 繞過輪胎的後方呢 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從這裡 所以在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後面其實還沒有全部都安裝完畢 像這一個的是正插導裝的形式 這裡呢 有設計了一個束線帶的凹槽 這裡比較暗 束線帶凹槽 所以等一下安裝完畢之後呢 這裡會做一個束線帶 把它的防塵套把它束起來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簡單來說呢 後面的安裝技巧呢 就是筒針千萬不要調整的太短 不能把彈簧預壓縮過多 像這個安裝的時候呢 要小心把它扯壞掉 這個是大燈 這個因為車子有配備HID 所以這個是車身相對高度的感應器 這個拆裝的時候呢 建議把下方的固定架呢 把它拆掉 才不會把它扯 扯到超速行程之外 就有可能會有異常的狀況 另外這台車 有常常遇到 如果板上有計時的話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台車的後面的離載串呢 它的硬度其實做得蠻高的 建議啦 吃打跟拆裝的時候呢 盡量啊 用手動的力道 這個硬度做得蠻高的 有遇過幾批呢 不是裝上去的時候打太緊 是用氣動板手一拆它就斷掉 所以這個後面的離載串呢 要特別注意一下 比較多遇到的應該算是三代啦 四代的話 大概不太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是後面的部分 這都是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調整機構 一般來說叫Hiroki 日本叫Hiroki Hiroki的話 它的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形式 那這個規格呢 上方還有一個小橡皮 這個是RAV4 專用的規格 那如果板上有最新款的5奈RAV4呢 KT也已經開發完畢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有個都可以到我們KT的粉絲團 跟我們小編詢問 這個是後面剛剛的彈簧 彈簧的下部的橡皮呢 是需要沿用 上部的話呢 我們就有附一塊 所以上部就不需要使用 已經安裝到差不多快結束了 那如果車友呢 有任何問題呢 再請跟KT 我們是KT的 是RAV4的贊助商 那如果有問題呢 很歡迎跟我們的 KT Racing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有機會 也得要有空檔 因為今天週六 所以時間比較允許 就會開個直播呢 跟大家做安裝的分享 那如果有車友 想要把鏡頭帶到哪裡 不用客氣 再告訴我 這是前面的上座部分 這車友也是很顧車 這個測試的外觀 還有內裝呢 都非常非常的乾淨 現在只有剩下左前 左前還沒有裝好 還有後面防塵套 大概都快完工了啦 OK 那以上是今天的安裝 這個算4.5代 4.5代 2.0 前輪驅動 安裝KT Racing 請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下次有機會 下次見 拜拜